今年暑期的航班延誤率高於去年夏天, 在航班延誤和取消的情況下, 困棄機場的旅客不得不打電話重新訂票。 然而,重新預定機票的過程最容易跌入詐騙陷阱。 旅客Shimola Evers稱, 星期日,他於紐約肯尼迪機場乘坐的達美航班被取消後, 在網上搜索並撥帶一個所謂達美航空客服電話進行重新預訂。 對方稱令他選擇航空公司, 電話掛斷後另一個不同號碼打電話給他, 多次試圖獲取他的個人訊息。 所行的是,流動白出的電話內容令他警鈴大作,並未受騙。 對此,達美航空表示,每當發現針對客戶進行詐騙, 都會立即進行調查並通過法律手段處理。 非盈利組織商業改進局稱, 已收到近200份類似的航空旅行詐騙報告, 涉及冒充航空公司員工重新預訂或取消航班而不退款等。 專家表示,如果懷疑自己受騙,請先聯繫銀行, 再盡快通過官方渠道聯繫航空公司以減少損失。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。